假设吴敦毅真正有议院参选总统 我难道不会选择在去年11月24号 当天晚上所有开票给了结果 在全体党员同志跟同胞爱护之下 我们22个县市长赢得到15个县市长 难道我不会选择那种 大局算是赢定的情况 我才宣布竞选吗 为什么我不会去宣布竞选 是因为我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愿 这拍拍手 我相信当时在网路上 一定很多人看到以后也是 就是你知道很兴奋 觉得说好像这个石头 都一块一块一块的扳开了 但问题来了 兵哥跟大兴委员 刚刚都点到一个问题 我们院长该怎么转身 我想在座各位 跟王院长最熟最了解他的 应该是俊逸委员 我了解的王金平院长 虽然说我跟他不同党 我了解他 他是不愿意 除非不得已 不愿意 恕敌的人 很圆融的人 对 他的人生一个 很骄傲的成就 就是说他敌人 几乎没有敌人 后来跑出一个敌人叫马英九 因为马英九要把他赶出去 他也不得已把立法院的演讲台 搬到飞机场去 那个是一个马王针造成的问题 王金平事实上是很少主动去逗人 这一次 这一次说实在他也意料之外 因为韩国瑜市长之后 一路声望往上 他也意料之外 他没有去盘算到 没有去计算到说 会杀出一个韩国瑜出来 而且还是他一半是要捧出来的 所以也不能说完全是他 当然他是很重要的助力 特别是地面部队的一个助力 但是现在的情势比人强 所以到现在为止 你说要给他一个完美的一个转身 或是完美的一个下台阶 恐怕蛮难的 因为这里面所谓 国民党内现在在负责 领导这些大干部们 互相的心结实在太重了 互相不信任 对 互相不信任 所以恐怕还是要回归到一个机制解决 这个机制解决 就是必须要让王金平 可以信服口服 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制度 另外一个就是韩国瑜可能要 尊重 或是说要怎么样去劝服 王院长礼让为了大局 这个两个事情如果缺一的话 恐怕都有困难 你制度没有办法处理 或许韩国瑜的李贤 或是说对王院长的尊敬 考虑到大局 大家可以有一个共识 也可以解决问题 你说要靠吴敦义去处理这些事情 是不可能 绝不可能 其他就更不用讲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并不是 那么样完全没办法处理 最后还是韩国瑜 不过韩国瑜出来以后 王金平如果没有处理好 他确定是会选的 但是这个影响会是怎么样不知道 外界 外界的 不会 他自己会选 所以外界的评价是说 他至少可以拿走50万票的 国民党的票 50万 50万票 这个数量很大 但是比起賴清德院长所说的 我们现在民进党内拆成3块 那当然1块就是200万 比起来的话 国民党拆2块还好 对 拆50万出去 我们是一猜就猜200万 400万 这个比起来当然我们的伤 人家就250万就克文哲英 我们的伤会比国民党伤更重 所以你看这个比赛 有的时候不是看谁强 而是看谁比较不弱 比谁比较不弱 比谁犯的错误少 或是比谁的伤口比较小 愈合得比较快 不是说谁比较强 所以民进党现在的问题 我说要去评论国民党 我的心是心不在焉 因为我自己对民进党内的问题 党内问题蛮多的 这问题是更大 你看賴前院长说 拆成3块1块就200万 200万怎么处理 我们讲到了这个韩国瑜 现在的韩市长 不管对蓝的来说 对绿的来说 这是维护台湾人民的安全 让台湾人民有钱 让台湾人可以过好日子的 生死存亡保卫战 所以我们的想法都是一样 不管我们在天涯 或者寒角 我们都希望 我们的台湾 能够富强 能够安康人民 能够快乐平安 对不对 希望你们在美国 你们的事业发展非常顺利 家庭能够平平安安 但是明年1月11号 要拜托大家把身体健康 保护下来 一定要 回到台湾我们来投票 我们来 换位中华民国和这杯酒 拜托大家身体健康 明年1月11号 台湾见 谢谢 好了我们在上礼拜节目 把这个条件套到了 所有想选总统的人身上 发现好像没有什么人 符合这个资格 没有什么人 两件事都做到 不过 这个口号 毕竟是韩国瑜自己喊出来的 他喊出来以后 又把这个口号 当成选总统的标准 显然在他的心中 有些起心动念 但这个起心动念 除了自己的主观意愿之外 客观条件也要符合 客观条件就我刚刚说的 今天吴主席宣布不选了 是不是代表 征召有望了呢 而征召有望这件事情 从上往下 可能治安难行 毕竟卡了一个王院长 那就不如 我们从下往上 大家看一下旁边 这个是一个韩国瑜的 征召零属书 但是他并不是什么民间人士 杏仁哥文三伯 还是路人甲发起的 发起的单位叫做 台北市议会 中国国民党党团 这个 这个联署书是要征召韩国瑜 建勤党中央要顺应民意 尽早征召韩国瑜代表本党 参选中华民国第14任的总统 因为现在国民党想冲返执政 民调最高 而且能力最强的 就是韩国瑜 好 最近有很多这些画面 出现在党中央前面 拿着牌子告诉大家说 我们要组成团队要牢不可破 而且要马上停止出选 要立刻进行协调 协调不成 黄委员 那就征召了吗 还是有其他的方法吗 其实现在看起来 走征召应该是 最有可能的方式 因为要走征召 这并不是党中央的意思 也并不是韩国瑜的意思 这是来自于最基层 最基层老百姓 还有基层民代的意见 其实刚看到就是台北市 台北市议会的国民党党团 我们是在这两天 在我们的群组里面 我们的党团书记长 殷晓威议员 他就传给我们这样 就是准备要做一个 征召韩国瑜的联署 大概在礼拜三的时候 我们也会开党团大会 然后大家再来做讨论 我自己本身已经跟 我们的书记长表达说 我愿意联署 联署书 而且我也预期就是 应该会有超过半数的 台北市国民党的议员 也会参与联署 我认为就是说 现在大家很多的基层民代 都有这样的一个压力 而且也都有听到 这个基层老百姓的一个声音 所以我认为 除了台北市议会党团 我预期搞不好其他的地方 议会党团可能也会陆陆续续 去做这样的联署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在国民党内 我称为我们本来是需要三个好球 对不对 要三好球 现在已经有两个好球 两个好球是第一个 朱立伦告诉大家 如果征召韩国瑜的话 他会全力配合 后来大家接着就开始担心 吴敦毅主席 他会被自己想选 对不对 所以看到4月10号 他在中常会里面 直接 这个非常坦白的跟大家讲说 他没有意愿参选 国民党的总统的初选 所以大家厘清了 所以那天 也看到朱立伦 对不起 吴敦毅的声量 就大幅的提高 所以我觉得从那一天开始 那么吴敦毅被大家外界所以为 或者质疑说你会不会 球员兼裁判 他现在就是真正的裁判 而且我也认为 他就会变成真正的公道博 接下来他来做协调 所以现在还差一个好球 这个好球就是王院长 因为王院长他对于 要不要征召韩国瑜 本身他还没有完全的松口 可是我们也看到 我认为王院长也做了一些改变 他之前其实对于要不出选 而直接进行征召 他其实他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 大家记不记得 他还直接接受媒体的采访之后 他说除非党中央能证明 韩国瑜一定会当选 你才给我证召 对不对 可是他现在也没有这样讲 他是说尊重 当然现在有讲说 在这个公报里面 选举公报里面 一定会出现他的名字 或者讲说 会不会担心他会分走 国民党50万 我认为王院长 因为他在整个的政治 非常非常久 没有错 其实这次包含 王近平院长也好 朱立伦也好 霍吴敦毅也好 他们三位可能之前都会觉得 说我已经准备了那么久 而我的资历也足以担当大任 可是现在的情势 是大家必须团结 必须推出最强的人选 所以我认为 对王院长来讲 应该还是要去积极的进行协调 这个协调我也不认为是完全的铁板愉快 说实在 我认为他不会去跟蔡英文去一起选 王院长也不是笨蛋 就说你这样子去选 他的意义在哪里 或者说他脱党 他成为独立的参选人 他就算拿了50万票 那意义又在哪里 我觉得王院长应该会去想这个问题 所以最近很多人在讲说 所谓的上台靠机会 下台靠智慧 我觉得刚刚大家都讲得非常好 就是怎么样去协调 让王院长 还有我们其他的候选人 有一个 我要修这样 所谓的优雅转身 其实当时胡志强市长 他当时就讲说 其实大佬们可以考虑优雅转身 就是你这个转身非常的优雅 而且让大家觉得 觉得你真的是大局为重 更重要 这个优雅是 你还可以协助新的人 你还可以协助新的候选人 能够让他完成最后胜选 所以优雅转身 我觉得这个是更高段 更高明的一个办法 优雅转身可能形容得太文周周 我觉得是从容的自我了结 不要自我了结 我们大家一起面对 我们大家一起面对 你不要非常从容的 自我安乐死了 就从容的自我安乐死 王金平他一辈子 这一战是最后一战 吴敦毅他也说他一辈子 就是为准备这一战 大概没有下次了 但是后来之所以有不一样的选择 吴敦毅选择 成为一个King maker 那是因为他知道没拼 王金平认为有拼 他的姓名告诉他他的条 所以我觉得这个 要优雅转身恐怕姓名也不答应 我们下期待 记得 jail 刘仲 准备